大家好,我是時光不合的A步 歡迎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在我們買標的時候,我們時時都聽到COSC Geneva Seal和Master Chronometer這些高端認證的名詞 他們都很專業的 但這些認證究竟有沒有用呢? 還是一些營銷的手段呢? 而這些認證究竟為什麼會出現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其實認證或第三方的認可很早就出現了 在18世紀的時候,人類正在發展河海事業 當時需要一些很精準的河海時計 去為船隻設定河海的路線和定位 這些時計是否精準呢?很重要的 有時候還是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在河海那裡,如果稍微有誤差的話 就真是不得了的 除了航海事業之外 其他的專業,例如潛水員、飛機師、軍人 他們都是需要一些很精準的時計 所以那些標像為了證明自己的時計 可以達到這個Chronometer的精準時計的標準 他們就去參加各種各樣的精準時計的比賽 如果可以在這些比賽那裡獲得獎 可以作為他們市場推廣的工具 在歷史上,在精準時計比賽裡面 名列前茅的有很多品牌 當中有Wujaripagu, Zipat Saneth, Zanex, Longchin, Longcim 來自日本的Sicco都獲得了很多獎 這些精準時計比賽 一直維持到上世紀的七十年代 當時就有所謂石英危機 因為石英時計比機械時計準很多 所以這些精準的比賽就變得沒什麼意義 但是機械標一直都不缺捧場客 所以為這些機械碗標提供第三方認證的機構 又慢慢地發展起來 而且他們的認證範圍 由原本只是看你準不準 就是廣泛了 變成要測驗能不能夠防水 防池 以及動力儲備 還有看你機械的finishing 是否漂亮 讓我們一齊看看那些比較常見的認證 我們聽得最多的肯定就是COSC Control Official Swiss Chronometers 一般我們會叫它做瑞士天文台認證 這是一個15天的測試 它主要是針對那些未曾裝備進去標學的機械 這個COSC的認證是很仔細的 在這15天的機械要通過五個方位的測試 還要經過不同的溫度 有8度、23度和38度這三種溫度的變化 在這些不同的情況下 機械都要達到這個 COSC對準確的要求 它才可以通過 總括來說 如果要拿到COSC的證書 而機械的直徑是在20毫米以上的 在測試期裏面 每一天的平均誤差 是不可以超過-4到-6秒的 因為每一隻機械的performance都不一樣 所以COSC的證書上面 是會列明機械的每一項測試的成績 COSC的好處是它會測每一個機械 但它的缺點 就是它只是針對精準度 比較單一 而且它的測試對象是那些未曾裝進去標學的機械 如果裝進去標學之後 那個表現有可能會不一樣 COSC每年會測試超過200萬個機械 最主要的客人包括有Rollex 有Omega 有Brightling 這些一般我們叫做中價的品牌 以前提供COSC認證的 一般都是3-5萬元或者更貴的碗錶 近年因為市場競爭很劇烈 所以COSC的認證都有普及化的趨勢 像浪琴、Midu 這些中價的品牌 他們那些2萬元左右的標 現在都會提供COSC的認證 這絕對是消費者的喜訊 除了COSC 我們最多人認識的 應該就是Geneva Sill 日內瓦印記 日內瓦印記很早就出現 在1886年 Geneva Sill已經為日內瓦棍的中標品牌 去驗證他們的出品 要拿到日內瓦印記 錶的品牌 必須要在日內瓦棍有個工作室 而且 接受測試的碗錶 必須要在日內瓦裏面組裝 它的零部件是可以在其他地方做的 以前 日內瓦印記主要是針對機芯的finishing 即是打磨漂亮不漂亮 它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所有的橋板和那些特定的齒輪 都要經過倒閣打磨 就連那個瓦棕輪上面的輪齒 都必須要經過這個拋光 除了要漂亮之外 其實它的目的 是不想讓任何生產過程 留下那些 金屬的不平整 和那些金屬的渣載 有機會去影響到機芯將來的運作 所以 日內瓦印記 一直都被人認為是高級中標的代名詞 以前參與日內瓦印記的品牌 包括有Pater Phillips 有江斯丹頓 有Shyper 以及卡利亞 但是市場的要求 慢慢改變 只靠漂亮 就不足以滿足那些收藏家 所以在2009年的時候 Pater Phillips就決定要退出 這個日內瓦印記的驗證 改為用它自己的設定 一個更加全面 和更加嚴謹的 PP 銷 PP 的退出 對於這個 Geneva 銷的影響都很大 有人認為 除了這個市場的因素之外 PP 退出 還有兩個原因 第一 當時他們是計劃緊要建一個新的廠房 這個新的廠房 就是在這個日內瓦棍的外圍 所以就有可能在這個廠房裏面生產的基心 未必可以拿到這個Geneva 而第二個原因 是有一些新參加這個 日內瓦印記驗證的品牌 PP 可能是 是不想跟他們 是被看作為同一個檔次 所以 PP 就想要用自己的 質量的鑑定系統 但因為PP 離開 這個Geneva SEAL 在2012年 都做了一個大改革 他們就保留了他們很嚴格的 Finishing 的要求 但是還加入了其他的 好像精準度 防水 和動力儲備的測試 現在要拿到一個Geneva SEAL 基本上 我們要達到這個七日的測試裏面 不差 不超過一分鐘 即是平均每日的精準度 要在正負8.6秒的範圍裏 除了COSC和日內瓦印記之外 第三方的認證 近年都有其他的選擇 有其他的品牌 提出自己的高質量的要求 他們的目的 都是為了向消費者保證 他們買的都是質素上升的產品 所以在2004年 Bouvet Sai Park 和 Promageny Fourier 一起在佛勒里耶 成立了一個 Fourier Quality Foundation 的組織 這個組織是專門為成員 提供一些 中標的測試 通過了一個作品 就可以獲得 Quality Fourier SEAL 佛勒里耶 的優質印記 佛勒里耶的優質印記 可以說是 當時市場上 最全面的中標測試 亦為以後所發展的 中標測試 提供了一些啟發 要得到 Fourier Quality SEAL 要通過五項要求 第一樣 就是 標殼、標面和機心 必須要100% Swiss made 第二 必須要通過一項 叫做 Coronifiable Test 這個Test 是由瑞士中標業聯邦 負責的 是一個21天的Test 它會無以 六個月的使用 來測試碗錶的穩定性 第三項要通過 就是必須要獲得 COS認證 換句話說 第四項 Fourier Quality SEAL 是一個雙重認證 第四項 就是機心的finishing 要經得起 高倍的放大鏡的檢查 要驗得很清楚的 第五項 要通過一項 Fourier Test 這是一個 24個小時 無以 人手配戴的測試 在測試期間 機心的誤差 是必須要在零 到正五秒之內 這五項的要求 是全部要通過的 一個都不可以少 所以我們時常見到的 Shoy Park 又或者是 Primejani的碗錶 都不是每一隻 都有 Quality Fourier SEAL 只有那些 比較高級的作品 才有這個認證 其他的獨立品牌主導的認證 還包括了 2014年推出 Omega 委託了 瑞士聯邦計量研究院 去執行的 Master Chronometer 的測試 通過了這個測試 就可以叫做 Master Chronometer 中文就叫 自尊 天文台錶 這個測試的對象 是那些已經完成了組裝的碗錶 還包括了它裏面的機心 測試的過程 是有八個步驟的 包括了 模擬真實 佩戴的環境 去測它的防水 避震 對溫度轉變 和強大磁場的抵抗力 特別是磁場的抵抗力要求 很高 要強到15000個G 我給大家一個 Rollex 那隻Milgus 都是一個防池 出名的錶 它防池的級數 是1000個G 即是15倍 在整個過程裏 那個被測試的碗錶 必須要維持 每一天的誤差 是在0到5秒之間 Omega的原意 就是希望 至尊天文台認證 可以普及 亦都希望其他的品牌 是會參與 但可能防池 這一項 它的要求 是比較高的 所以可以達到 這個要求的標 就不是太多 所以到現在為止 都只有 Omega 一個品牌 是參加 這一項 的認證 除了以上 我們說了那麼多 牽涉第三方的認證 之外 有品牌主導的認證 都不少 最熟的那個肯定 是PPC 它是一個 非常之嚴格的認證 總共有19天的測試 測試那些組裝了 之後的碗錶 都會測試它的機芯 那個碗錶 要達到平均每一天的誤差 是在-3到-2秒之間 而那個測試還會覆蓋 機芯的打磨 以及各種功能的運作 連那個錶面和錶鏈的所有細節 都覆蓋 連售後服務都有很嚴格的規定 它的產業鏈上 每一個環節 都被覆蓋 所以 Pector Phillips 那麼尊貴的地位 真的不是浪得虛名 很多錶迷都很熱烈追捧的 Rollex 又怎樣呢 它就是COSC最大的捧場客 所有的Rollex 都拿到瑞士天文台認證 但這個都不止 為了將它們的碗錶質量推得更高的層次 在2015年開始 Rollex 加了自己更加嚴格的要求 他們叫這個 做Superlative Chronometer Certification 這個Certification 令到努力士的出品 可以達到每一天的平均誤差 是不超過-2和正2秒的範圍 測試還包括防水 防磁 和動力儲備 其他的品牌主導的測量 還有 Cherchia La Gou 1000個小時的綜合測試 以及Monbron 500個小時的綜合測試 無論是第三方的認證 又或者是品牌主導的 質量標準 其實都是只有一個目標 希望在消費者心目中 建立一個 更加優質的形象 能夠通過這些認證的標準 代表那隻碗標 是可以更加好地配合 我們現在越來越活躍的 生活習慣 以及現在的比較複雜的環境 但標標就越來越貴 所以作為消費者 我們絕對有權 去要求更加高的 質量保證 今個星期的一週標示 時間差不多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住看完之後給個like 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 是我們製作這些video 最大的動力 我們才會記住 最後有沒有再見 越來越 從真面目 天然 爲